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已经有10年了 可是我是从这个项目的开工到现在的 一直在监索在这个国家 现在的这个项目呢 这个营救到法电 可是说这种清洁能源 为尼泊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可以做出贡献 我是非常欣慰也很骄傲 这个项目呢是中国政府和尼泊政府 第一个优惠贷款项目 二年地震的时候呢 当时可以说整个的大陆也被摧毁了 当地也是主动的 这个帮助我们带路 协助一些生活物资 这个到现场来 保证了我们中央人员的这个正常的生活 同时呢我们也拿出我们正常的 我们的这些生活物资 来帮助当地的灾民 来共同这个难关 这是可以说在地震这个大灾大难之前呢 这个真正的是体现了 我们和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的感情